而花莲市民代表会21届第6次定期大会20号上午举行了市政总咨询 第二天是由市民代表讲帮法林百瑞、蔡易洋和蔡易中 针对了大城一村改善生活圈计划 农兵桥是做进度和灾后修复的工作来提出咨询 花莲市民代表会定期大会总咨询第二天 则是由市民代表讲帮法针对大城一村生活圈的规划提出建言 也希望能够解决社区的淹水问题一并处理解决 法令堕入尤玉洋一律去突破很困难 所以我刚才谢谢徐克兰 我希望你朝这个方向堕入计划全场用更好的一个谋略去想办法好不好 市民代表林百瑞则是针对农兵桥已经封了两年 市民开始问农兵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改建完成 让用入人能够通行 整个的感官不好 为什么呢 你整个工地那么久了 封了两年了 全部都停滞在那边 都没有在动 所以就让百姓 让民众感觉到不好 虽然嘉义行善团对我们花莲的独爱 但是我们希望说 这个工作赶快做起来 能够有个很好的交通 对不对 很好的交通 交通安全 这样的一个情形 嗯 市民代表参议让则是针对云归台风带而屡灾 施工所的灾后复原工作是否完成 所以我一个重点是想要认识市长说 除了这个 就是我们提这个门业的这个灾后可以申请补助之类的灾损 以外我们还有什么 有什么规划是 是这个资料里面没有的规划嘛 就是关于这个灾后重建的部分 因为麻烦一下 好 用北新路的市民爭取這個工程改善的福利 那第二個問題是就是新興路 新興路的工程它的進度狀況是 怎麼樣可以跟我們說明嗎 好 另外市民代表蔡義中 則是針對花林寺遇到豪雨或是風災的時候 市區往往都會淹水 也請施工所能夠多加把勁 我想這次颱風這個大雨 真的是大家都不樂見 就是看到市區有淹水的狀況發生 其實當天其實有去那個南濱抽水站有人去看嘛 說那市長自己很像也有提到說 前池沒有水可以抽 市長蔚家先表示 對代表人建言工所會長期進行規劃 尤其淹水部分除了動用各個單位立即排除之外 施工水會向縣服反映地方的新生 逐步改善排除過不同的問題 記得請歡迎歡迎收看 都會見到 Musik 動用 動用 動用